如果你是游戏王第三期的玩家 那你一定有被混沌帝隆噁心过 或者用混沌帝隆噁心别人 混沌 起源于游戏王306 其特色是将目的的光暗移除 让怪兽从手牌进行特殊召唤 因为他们召唤条件简单 效果又过于暴力 所以马上就成为主流 其中 又以混沌帝隆最让人头痛 混沌帝隆 移除五方目的的一光一暗 来进行特殊召唤 支付1000分的生命值 将双方手上以及长上牌 全部送到目的 因为这个效果是送目的卡片数量 每一张将扣除对方300分的生命值 只要支1000 就可以将玩家的支援清空 并造成极大的生命值伤害 由于手牌和场上的卡都被送到目的 若对方想要反击 就只能赌下回合的抽牌 更正 是连抽都不能抽 因为在混沌帝隆发效果前 三眼就先被特殊到场上 然后随着混沌帝隆的效果让三眼送目 三眼冲排阻减左八泰物 之后就可以下八泰物攻击对手 只要用八泰物造成伤害 就可以剥夺绝对者最基本的权力 抽牌 零支援又不能抽牌 剩下的只有满满的无奈 这种不能抽牌的无奈 连NPC都感受得到 在游戏中 只要空场被八泰物捉到 电脑就会直接投降 看看这场对局 对方被混沌帝隆少场后 神秘只剩下5200 在没有其他怪兽的辅助下 依照八泰物200分的攻击力 至少要打26下 但武方排阻只剩下3张 换言之 就是只有三个战斗阶段 单靠八泰物就要拿下胜利 基本上是不可能 这个对局 怎么看都是电脑比较有迎面 但他最终还是会选择投降 这就是混沌地龙所带来的绝望 不管是现实还是游戏 都非常让人头痛 这两官方不得不正视这件事情 所以赶紧将他列为限制 在列为限制的几个月后 第二代的铁盒问世 这里头除了有逼中的补充包 同时也收入突版的混沌地龙 因为有混沌地龙的加持 这个铁盒瞬间变得很抢手 就连超仓加价卖的550 也同样是卖到缺货 自此 游戏王正式进入大混沌时代 虽然混沌的宰之力 让玩家趋之若鹜 但混沌地龙所造成的游戏失衡 其实也让不少玩家退坑 为了维持游戏的平衡 官方和铁盒发行后的几个月 就决定对混沌动刀 他们先是进了八泰物 之后又进了混沌地龙 这也让混沌地龙 所以说 混沌地龙不只是伤害对手 同时也对游戏王造成很大的伤害 虽然混沌地龙的禁止 造成许多玩家流失 不过那时候有留下来的玩家 通常都撑蛮久 只能说这个游戏就是这样 金卡牌有这种东西 我不想说了 混沌地龙被关了近11年 终于在2015年 才因为改效果而出狱 新版的混沌地龙 被改为锦人型的特殊召唤 然后在扣写的部分 从计算双方的卡片 改为只计算对方 但这都还不是最痛的 影响他最大的是 混沌地龙被附于一条誓约 在发动混沌地龙的回合 我方不能发动其他的效果 因为是誓约 所以不论在混沌地龙发动效果的前后 都不能发动其他效果 改效果的混沌地龙 就像是被上的枷锁 伤害被降低 效果多了誓约 然后少了启动效果的优先权 曾经刺杀风云的混沌地龙 如今 只是一个等级霸的超量素材 介绍另外一张超量素材 中烟龙混沌地 它的P效果是 回收一张移出的龙 而怪兽效果则是熟悉的扫场 只是它的扫场会亏牌 基本上很少用到 跟新的混沌地龙比起来 中烟龙就是一只比较高级的超量素材 虽然中烟龙只有小银一点 但是它价格方面就银很多 网穿 有位日本人花300万买了一张中烟龙 这里的300万是日元 这台币大约是75万 用75万买一张卡 韩宝 你怎么看 这可能吗 会不会都太夸大了 事实上 这张中烟龙 跟一般的中烟龙不一样 它是一般年YC10赛事的冠军奖品 始祝造型的地台 配上冠军的荣耀 这样的造型奖杯 在市场仅存在三座 也难怪它会以300万的价格成交 由于购买者是知名人士 再加上价格超越一般人的认知 所以很多媒体有相继转发 或是报道这件事 随便找一则文章来看一下 这会笔者写到 日本土豪主播 开箱天价游戏案卡片 价值300万日元 然后它的内容是这样 混沌地龙 因为太暴力而被列为禁止 消失在赛场11年 如今市场仅存三张 故造成一张300万的天价 诶 你发现了吗 这篇文章错得离谱 它第一段讲的被消失11年 指的其实是混沌地龙 而后面讲的仅存三张 价值300万 指的才是限量版的中烟龙 虽然两者都曾创下记录 但它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不能够混为一谈 所以 网路流传的混沌地龙300万 其实是错误讯息 假消息 300万